1952年 北京 著名画家蒋兆和 接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的电话 波老 感谢波老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画好 林叔 好 再见 兆和 兆和 谁给你打电话 波老说 中央委派个任务 让我画不画 画谁 本草纲目的作者 明代医药学家 李时珍 为什么画他 今年苏联 计划在莫泽哥大学 新洛城的建筑中 陈列六十位 世界级科学家的校项 其中就包括我们国家的李时珍 祖聪之 希望我们提供李时珍的校项 一共参考 但是听说李时珍先生生前的画像 并没有被流传下来 是啊 江兆和先生 陷入了名思苦想 怎么才能把李时珍画好呢 他拿出本草纲目 仔细地翻译 在由明代文学家 史学家王世珍 为本草纲目所作的序言中 江兆和先生 看到了这样的描述 处其阳 礼君东碧 一日过于眼山圆业余 留隐数日 鱼窥其人 岁然冒云 渠然深也 今今然谈一夜 真北斗以南 依人 谢其庄 无证物 有本草纲目 数十卷 这叙血的 太传神了 好 我知道 我知道怎么画了 这叙血的 不过 这叙血 这叙血 不过 这叙血 这叙血 这个胖 INK的 或者 一叙血 1952年他被转交给苏联莫斯科大学 1953年李时珍的画像镶嵌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新洛城的校舍 和李时珍并列的还有牛顿 哥白尼 居里夫人 达尔文等等 蒋兆和先生创作的这幅李时珍的画像几乎成为了李时珍的标准肖像 此后无论是国家发行纪念邮票 还是各地的塑像大多 以此为蓝本 李时珍生于1518年 明朝正德年间 他所著的本草纲目 即明朝以前本草学之大成 首次采用纲目体系为药物分类 这种编写体力开创了历代本草著作之先 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就让我们一块识读本草纲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